割好之后 这个B面的线还是放到里面 接着在第三个辫子里勾引拔 起立四个辫子针 好把线圈拉大 我们A面勾一圈 B面也要勾一圈 现在B面的第三圈 刚才我们这里已经勾了四个辫子针 一个长针一个辫子针 那接下来它的下一针就是这个花样 绕线 我们在外面这样勾 线是在里面 然后我们这样转到外面 挑这个长针的针目 这样子 不要把里面的给它一起勾了 勾一个长针 一个辫子针 绕线 好这样大家看里面的 一二三 这三个长针给它正常的勾下来 中间一个辫子针隔开啊 看不清呢我们就往里面这样 找针目 一个长针 一个长针 一个辫子针 下一针 一样的 旁边这里还有一针啊 勾好之后又到这个地方了 这个T字型的 我们挑这个长针的针目 是在A面这边挑啊 然后往下面的又是重复 里面三针 外面一针 勾到后面 这里是两个长针 因为前面这里已经勾好一针了 接着我们引拔 一二三 在第三个辫子里 勾引拔 再勾四个辫子针 线圈拉大 接下来我们勾A面的第四圈 线圈呢还是在A面这边啊 这一圈的勾法大家看一下 因为这个十字花样已经出来了 那么这一圈呢 我们就全部在A面勾长针 这个十字花样 右边左边都有长针的针目 大家别忘了啊 右边这个长针和一个辫子针 已经勾好了 绕线 然后下一针 这个一定要找针目来勾 长针的针目 勾一个长针 一个辫子针 接着下面两针对应的 给它勾下来 勾好之后 到下一个花样了 这里两边都有长针 这一圈呢就是不加不减勾 勾长针和辫子针 A面的第四圈勾好之后 同样的在第三个辫子 引拔 四个辫子针 好 现在大家看啊 这样第一层完整的花样就已经勾好了 接下来第二层的花样我们要和第一层这里要错开 这样子 它是在中间 接下来呢我们就勾第二层的花样 从这个B面 又到B面了啊 刚才勾完的是A面 我们翻到B面 第一针我们已经勾好了 然后这一圈大家看一下 它每一组都有这样三个长针的 我们就是把中间这一针 带到A面去勾 勾线 中间这个长针 对应的这个洞 这样从这个变质针这里 一二就是第二个洞啊 勾一个长针 一个变质针 一个变质针 然后呢 又到B面 勾长针 一个变质针 这中间呢有一个方形的 它上面这里有一个长针的针目啊 这一针大家也别忘了 一个长针 一个变质针 再绕线 下一组 重复 第一针 一个长针 一个变质针 绕线 第二针呢 又到后面这个洞 相对应的洞里面 一个长针 一个变质针 大家勾过去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 是不是在这两组花样的这个中间啊 对应的这个中间 好 B面的第四圈勾好了 接着我们在第三个辫子里 一针 一针 四个变质针 我们数这个粉色的线就知道是第几圈啊 一二三四 好 第四圈勾完了 现在呢 又到A面的第五圈 这一圈我们又和前面一样 在这个一束 右边和左边 它这个长针在里面勾 然后外面又有两个长针 好 第一针是外面 然后第二针也是在外面 一个变质针 好 就到这一组了 把它给带到里面去勾 勾好两针之后 外面又两针 外面两针 里面两针 让大家把A面的第五圈 给它完成 勾完了 我们和第一针 引拔 四个变质针 现在来勾B面的第五圈 像这样 一个T字形 只有这个针在外面勾 其他的针目 都在里面勾啊 第一针勾好了 然后第二针 然后第二针第三针 回到前面这里 勾一个长针 一个变质针 往下面是重复的 三个长针 里面三个外面一个 大家把B面的第五圈 大家把B面的第五圈 给它完成 割好之后 在第三个辫子里引拔 四个辫子针 好,现在又到A面了 A面的第六圈 都是在外面 都是在外面勾长针啊 好,下一针的 好,到这个十字的左右两边 各勾一个长针 对应长针的针目上面勾 和前面一样 也是不加不减 这样第二排的花样 我们就全部给它勾好了 和第一排是错开的 接下来第三排 我们重复第一排的勾法 第四排呢 重复第二排这个花样的勾法 一直往下面勾 勾到大家自己需要的高度 勾到自己需要的高度之后 上面一定是完整的花形啊 然后最后这一圈 也就是不加不减的这个长针 全部在A面勾 勾到这一圈 看一下我们两边 这个织物呢 是不一样长啊 那接下来我们就这样勾 其实上面这个边边的勾法 和下面这里是一样的 我们要勾短针 就是引拔之后 一个辨纸针 同一个针目 勾一个短针 洞里面一个短针 然后长针的针目上面 勾短针 大家也可以直接在洞里面这样 勾两个短针 就不用在长针的针目上面勾啊 直接在洞里面勾两个短针 勾好之后在第一个短针的针目 引拔 锁一针 这里是A面 B面的话我们就和它下面这里是一样的 下面这里我们勾的是长针和辨纸针 那最后一圈也是长针和辨纸针 就是不用勾花形了 好,四个辨纸针勾好了 下一个长针的针目 一个长针 一个辨纸针 一个辨纸针 对应的针目上面勾一个长针一个辨纸针 大家把这一圈给它勾完 B面的最后一圈勾完之后 引拔一个锁针断线 大家把这个B面的线给它剪断了啊 接着我们又给它翻到A面 然后大家看一下 这样我们勾出来它两边就对齐了 接着下一圈我们全部勾短针 A面和B面对应的针目 A面的第一个短针对应B面的第一个动 这样子 勾一个短针 然后第二个短针对应的是长针的针目 第三个短针对应的是B面的一个辨纸针的动力 就是重复这样的方法 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我们 把A面的两个短针的针目 同时勾在B面的这个洞里 第一个短针勾在洞里 然后第二个短针同样的 也给它勾在前面这个洞 就是刚刚同一个洞 勾两个短针 然后下一组也是一样的 两个短针勾在B面的同一个洞啊 这样勾的话它就比较快一点 然后往上面就是不加不减再勾两圈的短针 它就形成这样子了 杯套上面手提的部分大家也自己勾了啊 好了那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全部讲完了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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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